有建議有同學在家裡沒有Mac 機 可能會安裝不到FileCut Pro 因為FileCut Pro 只用 Mac 機 有同學在家裡只有 PC 或者沒有 Mac 機 讓你做到剪片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用 Adobe Premiere Premiere 上課也說過 以防大家忘了Premiere 我會另外再拍片給你們 當你們拍完影片後回家都可以剪片 因為我家裡都沒有FileCut Pro 我有什麼結果沒有FileCut Pro Premiere 其實都很方便 放到 PC 家裡做樓樓 開啟之後它會問你問題 它跟FileCut Pro 約一次的時候有點出入 其實大致上這些東西都是差不多 你會看到它會問你問題 那你設一個New Project 這件事我們可以不用理會 這個你設一個Project的Location在哪裡 譬如我這個Project叫PnC P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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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你的剪片的名字 譬如我叫做Editing Editing 選完之後按OK 它就會開出視窗 然後把拍片放進去 很簡單 你看到左邊有一個叫做Project PnC PnC 剛剛改的名字 你可以Right click 選擇Import 將這些影片放進去 又或者在外面 就 Track 它進來 OK 可以按摩子Track 可以按摩子Track 它叫Project Folder 譬如我Track OK Track完之後 下面就是Timeline 這裡還有一條影片 你想用這條影片 按摩子 你看到那些按摩子 它會自己在玩 OK 很有趣 其實什麼都是 按摩子前方動 它就會自己在玩 OK 嘩 這是什麼 嘩 嘩 好害怕 好了 按摩子T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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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所謂 但習慣放VideoTrack 按摩子Track 它要問你問題 就是如果這條影片跟我們剛剛開過1080p25或720p25不一樣的話 它就會問你改不改 那當然不改 因為我們最後打開到1080p25或720p25 所以我們就會問它 首先叫它不要再問 我們很煩 Always ask 不要 還有Keep existing的Settings 按摩子 OK 很多時候發現有個問題就是 咦 為什麼和我的COME不一樣呢 因為試試按摩子 有機會就是你拍片的時候 原來是不夠大的 OK 那你看 放摩子Track 那我告訴你 這條影片呢 嘩 沒有掃過一些 放摩子 不要動 那正常它會告訴你這條片是什麼 720p25 不1280x720p25 OK 那是小一點的 那怎麼辦呢 那我以為萬一我會這樣 就拍這條片 那你見到這條片16p9 這條片4p3 那都知道有問題 那你就放下去了 那你放下Video2都沒有所謂的 那看有沒有特別剪接 那你放Video2 那看到你按一次就這樣 OK 是不是就完全不同了 那我怎麼可以確保到 我Export 最後都可以一樣呢 那我會 通常我會在影片之外 我會選擇了 Rine King 就選擇了 叫做 Scale to Frame Size 這個 就希望儘量把它撐回大 或者撐回縮小 和我的Fram 和我的Editing 一樣那麼大 那就是這樣 你看一下 那你見到它就已經 那已經 盡大了 那16p9的 放下去就這樣 沒問題了 那但是這個是4p3的 對不對 那4p3不行的話 那我們就其實要做少少手腳的 那我們做些什麼手腳呢 那你可以先選一條片 OK 那你選一條片之後 留意了 那這裡有些這樣的Windows 那我們就去一個叫做 Effect Controls OK 那你見到呢 你可以選擇的 有一個Opacity 那這個就是色的透明度 OK 那有一個 這個時間速度 OK 那我打一個Motion 那裡面有一個叫Scale 有一個Scale 那麻煩你們把這個Scale 按著Mouse 拉大一點 OK 好了 現在敷了 那就對了 OK 總之就不要讓我見到一些 漏位 啊 不完整的東西 OK 那應該是這樣的 OK 前面有恐怖 不要看 好了 現在上面這個就是畫面 下面這個就是聲音 那我怎樣調教大小聲呢 那我拉上去 那你見到呢 這裡有個Video 那就是畫面 Audio的聲音 有箭咀的 按一按 那這裡有線的 這條線呢 拉高就大聲一點 拉低就小聲一點 OK 拉高低 好了 但你可能說 喂不是喔 我不想要這條聲音 我想另外自己配合一條聲音 OK 另外配合一條聲音 那很簡單而已 選了這條Timeline Running Kick 那你選 那你選 現在它呢 是黏在一起的 就是那個Link 那你按Unlink 一按 現在呢 這條聲音就分開了 OK 那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將自己 你就可以自己 找一條你想要的音樂 或者Background Music 什麼都好 想你把一條你想要的聲音 就放入這個Project 再轉到它的Audio 這個位 OK 那它就會 變成播放你要想要的聲音 OK 那這就是最重要的東西 OK 如果你想你說這條影片 想改變速度的話 那這條影片就很簡單而已 那我這條先弄一下 那這條呢 那這條呢 譬如現在你從長度 就是這個位到這個位 那你可以Right Kick它 選擇 Durator 好了 這裡看不到的 我拉高一點 希望看到這樣 Right Kick Right Kick 對 都是看不到的 啊 我把這些板放在上面 方便你看 OK 那我這些搬位 那你不用管它 那你按實這個按鈕 其實可以搬頭搬下去 OK 那搬到哪裏 你就知道決定了 好了 選一條影片 Right Kick 那你選這個 Speed Duration 我選前面這條 那我一按 它會問你 你速度要多少 譬如我打 200% 200 那你按OK 你看到呢 它就會短了這麼多 因為它現在前面的高速 OK 整個200% 即是它的速度呢 Play的時候就快了一倍 OK 那整條影片相對它們 要佔的時間就會少了 但速度就會快了一倍 OK 所以你想想裝什麼快什麼慢的 你就這樣做 OK 好了 大小聲也是 那你想要沒有聲的 譬如你想要沒有聲的 你就自己放你自己想要聲 OK 好了 這次做完之後 怎樣 output呢 那大家留意了 那我先按這個位置 那我先按這個位置 這條影片說是這麼長的 如果我想設 它Default 你動的時候 其實它Default 計算了你的影片的位置 有多長的 看到 這條Timeline 好了 如果我要這條影片這麼長 我需要Export 那就正常了 但我看到原來 如果我這條影片 想Export到這裡就夠了 你把上面這一行東西 拉過去 這行就是說 你到了Export的位置 那你前後都可以拉的 那我視乎你Export 你要哪一段 譬如我要這條 其他我不要 這條就是我要的一條影片 OK 假設是這樣 那你再去File 那你選擇Export 那你選擇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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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留意了 它有一個Source 和Output兩個Windows Source就是你原本的影片 OK 那你見到呢 這裡有一個Highlight 跟你上面這個應該就一樣了 總長度呢 就是你整條影片的長度 而這個Area 然後呢 highlight了這個Area 就是正式會出現這一段 就是正式會出現這一段 好了 重點就是這個Source 就是你剪片 Output就是正式出現的 OK 就是你Export 但問題是看到Source 和Output有一點不同 對不對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我們要調整一些東西 你留意了 右手邊 你要調整Size 最好安全的 你見 按一下Sequence Setting OK 那它就會跟你的 你的Source 完全一樣的 OK 那完全一樣 現在最安全的 OK 那正常來說設定之後 下面這些就應該全部都不需要設定 OK 好了 OK 那你見到它Default 就會設定了做這個 MPad Preview 那你可以不是用MPad的 那看你想要什麼 例如我 我先按一下 那你見到很多東西選擇 那我們加功課呢 那你就要加H264 或者加QuickTime裡面的H264 都可以 好了 我們選H264 等一會 它會問你問題 因為它有些Setting 是設定的 好了 Default就是1440x1080 咦 那有問題嗎 好了 記住了 我們在Export的時候 我們先放一些時間 我們要交一個1080P25 或者720P25 那第一件事要留意 就是我們就 哎呀 我不是按錯了嗎 變了嗎 不要緊 我們都要設定 那麼Framem Rate 設定25 我們是25 那Wave應該是1920 OK 那它會說你不行 你先把它關掉 那麼我設定1920 乘以 咦 噢噢 那Framem Rate不行 那不要緊 那有時候它會問 它會說一些 那些Framem Rate 不適合Size 那我設定Squive Pixel OK 那這個設定1080 先把LV調低一點 要自己轉 怎麼這麼奇怪 LV不行 LV調低一點 小一點的LV應該可以 調低25個 調低1920 1080 現在可以 LV調低4 Quality會比較低 這個LV是Quality 越大Quality就越小 現在就對了 一樣 選擇Export 最重要是選擇Videos 即是畫面和Sense 一起Export 選擇Export 記得這個Setting 又或者要選Quiktime H264 選Quiktime 又會問你問題 它會說一些不知什麼 按108025 正常都可以設定 看到已經Devideos 在下面 1920108025 記得Field Order Progressive 都是Progressive 不要設定UpperField 你可以按Export 這樣就完成了 看完之後 記得聽清楚 看完影片有沒有聲音 有沒有錯 但正常都應該沒有大問題 這就是最基本的 如果你想要影片 加上次的Filecut Pro X 試一下不同的Effects 做法完全一樣 沒有本來 先加上次的Filecut Pro X 例如你想要加一些Effects 例如想要加一些Effects 例如想要加一些Effects 例如想要加一些顏色 奇怪的東西 例如想要加一些顏色 例如想要加一些東西 例如想要加一些Transition Effects 我常常選什麼Style Lines 之類的 你按緊搬過就可以了 就變了 OK 那就變了 但我就不鼓勵有些東西的 好 還有就是 其實基本上剪片都是一樣的 我們都是搬來搬去 剪到牙剪去 都是這樣搬去 這些是最基本的工序 都沒什麼特別的 你想剪到我的Shark 的時候 看回這裡 其實都是Cutter 我們最主要用的是 箭仔搬運和Cutter 就是剪掉它 OK 我們基本上都要兩個多 其實都相對少用的 OK 這就是最基本用法的Premium